不过因为北部的雨势很大 造成了苗栗西滨快速道路 南下121公里的地方 发生了土石坍塌的意外 虽然没有影响通车 不过道路缩减了 必须要等到雨停才能够完全修复 另外昨天下午呢 在台北线汐止汐万路也发生了摊坊 工程人员到今天还在抢修当中 终于在傍晚恢复了单向通车 预定要明天中午才能够恢复双向通行 大约长达100公尺 深度也将近有10公尺 整个路间几乎被削去 因为台风带来的超大雨势 造成苗栗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1公里处 发生薄坎土石坍塌意外 31号下午外侧车道封闭抢修 盖反部盖起来 让它不要再冲刷 水不要再进去 防止它继续再崩 不过雨持续下不力抢修工作 道路养护人员只能先以反部盖住 避免土石持续被冲刷 车道缩减 还好不影响通行 但提醒驾驶人经过这里 还是要特别小心 而在台北线市值的新弯路三段 在30号傍晚 因为地震加上豪雨 让土质出现松动 整个边坡挡土墙倒下来 工程人员持续抢修中 这原本就是一块私人土地 地主没有以水土保持工法堆砌的 虎泥土石块挡土 反而会造成大雨冲刷后的摊放危机 所以台北线公务局将所有石块 不管是有没有倒下来的全部都要运走 今天的话会先抢通一车道 然后明天中午以前的话 能够让双线都能够通车 这是我们的目标 由于工程浩大出动的多部大型机具和国军救援 但雨持续下天色也渐渐暗了 目前只能暂时抢通单向道 预计九月一号中午才能恢复双向通车 记者台北苗栗综合报导